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这忙忙叨叨,忙忙叨叨 一上午就过去了,现在已经12点了 然后小哥哥说他要今天中午他要给我展示 我说我要请他吃饭,说我给他展示一下 他说我先给你展示一下 我看小哥哥中午给我弄啥好吃的 这个小吊车就是现在牧区人 就是放牧时候住的这个小吊盘都是这样 前面这边是,就跟个兔罐小房车似的 然后他们这边也是,都是在这里面吃,在这里面住 里面都是这个行李,你们去看看啊 看看里面啥样 这车拉着走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是这样子的吗 还是说都得清风了,他不会说来回碰吗 就这样啊,那这些东西都是焊到那个 也不是焊到那个啥样的 那你就是往这个草,就往这样草地里拉的时候 他也没事啊 没事,他也没有很大 其实他们这个里面就这样 都是这个铁,都是这个铁汉的 然后那个炕也是都是汉的,汉老的 这样车拽走 现在他们就是在这里面做饭吃饭 看小哥哥 会做啥呀你都 简单的简单的 这猪肉还是牛肉?猪肉吧? 猪肉猪肉 你们不是吃牛羊肉的吗? 那个天天吃他也受不了啊 哈哈哈 切的还挺均匀啊 哎,别这么说 一会儿该骄傲了是吧? 一会儿切手了一会儿 哈哈哈 要给我展示什么菜 要给我做什么菜式 这正常的炒菜吧 正常的炒菜吧 啥时候会的做饭你 得饿的时候 哈哈 几年了 几年了会做饭 现在我们做饭做得早 我说做饭有个 快20年了吧 我小的时候就家里给妈妈焖饭 哎呀,好孩子呀 我这一听你都说我都惭愧呀 我到现在还不太会做呢 反正我能扒了手 我这个刀工是等于用刀切着我手 就是 就一招病蛇咬 十年怕就怎么办 真是在这混吃混喝混玩呢 在这 你看人都在这干活的干活 我就跟着看着 不给我机会展示 这小葱花一下锅 立马就闻着香味了 我炒菜从来不放这些配料 就干炒 我就一直能做熟就行了 饭好了 看这些大小伙子怎么吃饭的 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 这是给我成的吗 不行,我吃不了 不是,你就吃 早上吃方便的东西 你还没消化呢 我就走 我就走 我跟小伙子吃点菜就行了 这你吃吧 快点快点 不用,我吃不了这么多啊 那你这个你给你擦 你给你擦 你给你擦 那个野哥对 你看那是你的 我多大颗饭了 你不知道吗 我尝尝 我尝尝小哥的手艺 这要给我展示一下 给你口前倒肉 没吃肉 吃的土豆 你们尝尝普大吗 你们是不是不敢说 我假的呢 我跟你说 我们刚才俩做饭的时候 我就说了 买的假盐了 就这勺子 这勺子 这个菜 你拿到这来 这个勺子 就这么大勺子 这个菜我款了半勺子 这个菜我款了三分之一 没份儿 我行 买的假盐了 我行 我行你们吃 不好意思直升 他炒的有点大 不是不是 我也不多啥 谁做都这样 这盐谁做都这样 黏不开 我说大点没别毛病 好了 可以 吃了一个鸣物体 去啊 好好吃啊 战斗力不服不行 全吃光了 看看 这太好玩了 可以在我们这儿生活一下 反正你有房车 对我有房车 我是床车 说准确的是床车 哎呀还超美 超美 你们这儿确实太有意思了 没意思了 是不是通讯全靠好是吗 通讯基本靠好 是床车 是床车 好 我们去做吧 好